我去嘛 我就說我受傷 那時候我跟妳介紹 我這什麼 這時候有什麼直皮 就是我自己腳的那個疤痕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在 真的很大方在聊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這件事情我想跟妳講 然後他就說 我覺得妳的 其實我現在有點想哭 所以我已經打不開了 你知道嗎 媽媽 我就想說 妳現在都已經有男朋友了 而且是比妳小八歲還三歲 七歲 八歲跟三歲 七歲 結果是七歲 所以她是幾歲啊 三十三 我今年四十嘛 三十三歲 她幾公分 身高嗎 因為我們這一團的人 很在乎身高 妳想說什麼 一百七十六吧 蛤 沒有 這麼好啊 一百七十六很不錯啊 妳剛剛那邊 不能太嚴格了吧 因為我有被拍 我是被拍到嘛 但是其實就看得出來 它沒有特別高啊 但也就是還是比我高 因為我們這一層要引起 我們尖叫的 一定要差不多一八二 一八二我們才會說 好羨慕 一七六我們好久沒聽到耶 一七六不就你嗎 沒有 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一七六嗎 怎麼整個人 全部人家 他沒有 他沒有 你有一七六嗎 沒有 好啦 比我老公矮兩公分耶 差不多 是一個失望的開端 對 可是他是暖的 那人很好啊 好啦 小七歲已經有加分 但是 才一七六又叩回來 所以這還是屬於 零分的狀態 叩得太多 所以講一個讓我們真的覺得說 天啊 怎麼會有男生 做出這麼浪漫的事情 就從韓劇一樣 我就有分享過啦 但你們希望我講不一樣的 是不是 妳講一樣或不一樣 反正我們不同觀眾族群啊 我昨天還要講一個 好像還沒出來 那我先講好了 就是 這個還是 這個也是妳 愛上他在某個時刻嗎 這是已經 算是已經交往後 然後讓我 不可思議的感動 就是 有一次我大概就是 反正就在聊到說 我曾經就是 因為他沒有經歷過我的過去嘛 我就說 我受傷那時候 我跟妳介紹 我這時候怎麼直皮 就是我自己腳的那個 疤痕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在 真的很大方在聊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這件事情我想跟妳講 我就說妳要說 妳就說啊 然後他就說 我覺得妳的 我覺得妳很像 美人一長出雙腳 就是因為我的腿的直皮 是一格一格的嘛 其實我現在有點想哭 所以我現在 好感人喔 就是 就是 怎麼感人啊 是不是就是 就是我們 這種年輕人比較會感人 就是 就是他 我第一次知道 妳知道他沒有經歷過 妳那一段最痛苦的原因 是他不在台灣嗎 不是 他不認識妳嗎 他沒有在我身邊啊 他當然知道事件 他知道這件事 只是他那時候沒辦法 其實也不知道細節啦 然後 然後我就 反正我第一次聽到 有人這樣形容 因為他說他其實看到的時候 他就 他就有這個感覺 可是他不敢隨便跟我講 因為他怕我會不想聊 所以當我那一次 在跟他 坎坎而談這個過程的時候 他就有跟我講出來 因為他就覺得 就是像美人魚的魚鱗 然後就長出了雙腳 所以他就覺得我就是像美人魚 然後我真的 我覺得這個形容太美了 就是 很療癒 妳聽完應該 立刻噴淚吧 噴到不行 我的媽 你這樣噴 我的天啊 就是 妳噴了多久 這我可以花很久耶 就是這個形容 我真的沒有想過 然後 然後從此以後我就覺得 天啊 那我 我只要看到我的腿 我就覺得 我就是一條美人魚這樣 這太療癒了 他給妳多大的信心啊 對 所以妳有曾經看到自己的腿 妳會覺得說 什麼就是心情不好 就是每一次 當然我現在看了十幾年 我當然很習慣 只是就是 不會到就覺得說 美人魚 就不至於那麼重要 可是他這樣子形容之後 就我覺得 反正就是給我很大力量 也很療癒 然後我覺得 就是 有時候我覺得 他真的很像天使的存在 雖然 我覺得不要講太滿啦 因為其實也才剛 雖然還算是熱練習 半年 半年也算是一段時間啦 算是滿了解彼此 我覺得講出這段話 實在是加 是不是有點厲害 這個可以 高到八十分了 好 那他長什麼樣子 單眼皮還是雙眼皮 單眼皮 加分 鼻子挺不挺 不挺 不挺 是扁的嗎 有一點 扁呢 不是那麼扁嗎 那就是沒有 沒有鼻樑 嘴唇是厚的嗎 厚的 牙齒黃 該不會是黃的吧 牙齒不黃 但是有爆牙 對 有幾顆 就牙齒滿亂的 好 欸 我這樣要不要 乾脆把他的照片拿下 對啊 等一下 我可以 只有看 我自己一個看就好 我自己一個看就好 給妳自己看 可以啊 好 夠 在哪 但真的不能拍喔 真的 不會啦 真的不行喔 你自己開 就要拍 很慘 還有我知道我的密碼 對啊 好 我真的是可以給妳看 我也滿想跟妳分享 大概這樣吧 可是有濾鏡 我覺得OK啊 很像導演耶 這怎麼形容我第一次驚訝 就是眼睛真的很小啦 然後有這個伊瑋維 很像老腹子裡面的某個小子 很深喔 我覺得就很像香港的某個導演 眼睛小小的 然後有導過那種 賽車的還什麼的 對 這個很像香港的導演 其實 不是 我 那是什麼形容啦 香港的導演 我覺得算是比派翠克帥耶 請妳回答三個形容 香港導演好了 那我的意見 他其實是做什麼的 他是做 就是商人 做貿易的 你們想看嘛 要給他們看不可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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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都是你知道 很 看外表的 那那妳看 妳在把他們形容成 什麼樣子的人 不能低於一八二 可是外表也很重要啊 對啊 所以他就是平民 就是一直出這種 語言上的那種浪漫 然後他行動上的浪漫也很多 對 就像我前幾天 就開始宣傳 其實我自己 就是壓力也滿大的 然後我就一直 我就常常嚷嚷 我很想吃海膽 因為最近不知道什麼 海膽好難買 然後我是一個很愛吃海膽的人 然後我大概是 第一天還是第二天 那時候宣傳的時候 回到家我就收到一盒 海膽這樣 我就覺得這個就是 放在心上 對 因為妳工作很累回到家 既然有一盒海膽可以吃 我就覺得 因為海膽 海膽沾雞也滿 妳有這邊吃法 對啊 因為像我老公都會說 寶貝妳要不要來吃海膽 我就說有沒有海膽 他說有 他都會幫我這樣捲 然後就這樣沾這樣 然後就這樣 我沒有要比 我沒有要比 我不是那一個 我只是說就是說 要搭配海苔 會叫好吃 比起單吃 叫好吃 對 懂嗎 就真的還滿貼 我覺得真的很貼心 所以他是不是會一直注意到 妳的一些小舉動 跟小抱怨什麼的 對 他就是 很希望我可以很開心 然後 他就也會 就是會很 他很想要對我好 就讓我開心 那他是幽默的人嗎 算滿幽默的 我覺得他自己本身 他的個體 就是一個幽默的存在 他長這樣就很幽默 對 他自己長這樣就很幽默 然後我後來就是 越了解他之後 他的一些行為 也會讓我覺得 天哪 你這個人很幽默 譬如說他有一個 有點功夫夢 他說他 小秀自己就會練功 你怎麼那麼強功夫 我這樣講話 應該是他 他會 打拳的那種 對 他說他有一次就 反正我都會假裝就說 你會功夫 然後很冷靜 不會一直笑出來 他說 那你會什麼功夫這樣 然後他就說 我有練鐵壁公 那你還要 鐵壁公 哪有鐵壁公啊 鐵砂掌吧 鐵壁公 所以他就 而且他還給我看影片 那個影片就是一個 就是可能那種奇人吧 他就真的有十幾根那種鐵條 然後他就會一個這樣 哼 哼 打拳嗎 打拳 真的假的 然後重點是 他給我看那影片 我說 所以你練的是這個功 他說對 然後我說那你小時候怎麼練 他說像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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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那種敲 敲 他說也就 骨折八字而已 沒什麼大不了 就 就這樣敲 所以他就說 你有沒有很硬 很硬 妳有叫他現場示範 就是把東西敲斷嗎 他還有 一陽指是什麼 一陽指 你說手指會戳破那個牆壁 不是 沒有錯過 然後沒有錯過 然後他真的很硬 對 然後呢 他就 他有 他有 這孩子不對勁 等一下 人家不要講 然後他好好講故事 可能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真實的故事 就是 我真的有跟他展示過 就是當我們要回收 就是回收那個紙箱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 你說吹破那 吹破保麗龍 還是吹破紙箱 紙箱 那個卡其色的紙箱 然後我 你下次拿那個木箱給他 給他 你這樣吹 他就這樣 然後我就拿起來 就去回收 這怎麼畫 沒有 就 然後他就也很輕鬆 就這樣舉起來是不是 對 然後我想說我 他就一定要顯示 他手櫃裡面 我那時候只是想要 跟妳玩鳥的 就這樣 然後就起來 手在肚子裡面 對 拿出來 你又是血 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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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不是妳的粉絲 他是 就是 那小 他小的時候 因為他那個時期 基本上我們真的太紅了 所以 他就是也有買過幾張 我們的CD這樣 而且他還 他只買幾張 如果是中指粉絲 他就長大 就可能比較清醒了 然後 就 他就還說 我那時候買CD真的不多 我就是只有買 妳們跟周杰倫 就是說在大信中 妳跟周杰倫 妳們跟周杰倫是 一樣地位高 不是說那時候只要紅 然後他就會跟風流行買 他還是有選擇的 他是喜歡我們的音樂 喜歡我們的歌聲 那他有坦承說 當時他 三個人裡面 他最喜歡誰嗎 這個他講的 他就已經說我 他就覺得 你覺得那時候我最漂亮 那萬一你去他房間 然後打開出力 發現很多 有Hibbi的照片 你看 而且 而且是到現在還在買 最新的 到現在 Hibbi那個很本心 對不對 如果你看到這畫面 你會嚇呆啊 你說他在抽屜裡面 都是Hibbi的照片 就是你去他家玩 然後就想說看一下 他有什麼櫃子 有什麼收藏 然後一打開 然後就發一大堆 Hibbi的照片 還有寫真測 什麼之類的 我沒辦法接受 你會不會立刻奪門而出 會耶 因為他這樣就騙我 對啊 就很可怕啊 我們應該不會啦 因為他見過Hibbi 滿多次的 他是不是也會一直這樣 他們兩個只有 他也會一直叫 我其實是會的 很帥 他們兩個是有一點 這火藥味嗎 有趣的火藥味 就譬如說我老婆 Hibbi就會一直 就嗆他 就說你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甚至有一次我們在 就是也是朋友家 然後吃喝 然後後來就叫了一桶 胖老爹這樣 然後大氣吃之後就會比 然後Hibbi就說 妳說Hibbi還沒啦 Hibbi Hibbi跟我男友比 吃雞腿的數量 然後說 所以誰贏 然後甚至我一吃 然後Hibbi就說 我要吃 就是他要贏 所以最後就是Hibbi吃了嗎 小小一隻 能吃很多隻雞腿 我的媽 怎麼會 說 無聊哭 就 想不到吧 對 又很想哭啊 為什麼 所以妳們在一起半年 應該已經就是 什麼事都做了吧 對 我都幾歲了 對啊 這也滿正常的 所以妳完全可以 在她面做自己 對 有時候我自己想說 要Hold一點 因為我覺得 好像不要這麼放鬆地做自己 會不會就有點 就是變 一下就變老夫老妻的 這種狀態 但是就是我自己又忍不住 因為我現在真的人生追求 就是太開心的狀態 所以妳現在在她面 可以放鬆到什麼程度 放棄 這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妳可以 妳敢在她面上大號嗎 不行 那是因為我自己不行 就是妳會 妳會影響到我 不是我不好意思 妳會 是我上不出來 因為上到對我來說 是一件很 那如果尿一尿就可以吧 尿 應該是好 妳太想問多細啦 妳幹嘛啦 經紀人一直這樣 她又是花蓮咧 妳就放棄了 要跑進來了 怎麼要花子進來啊 妳們要什麼話跟我講 是不是 蛤 恭喜 蛤 蛤 而且妳依依一看 這話給人的時候 她已經回頭要走了 然後妳已經尿尿了 對 我就 這邊一直有 然後我劍射過來 然後我看 怎麼那麼一六劑啊 怎樣 經紀人會真的衝進來喔 不會啦 她就是要這樣 嚇唬人是不是 其實她這應該是 擺給我看的啦 就是說不要講那麼多 對 所以妳還要聽她的控 妳還要受她控制喔 Selino 妳都四十了耶 我們四十四了耶 我們人生又自己掌控 我們愛講什麼 就講什麼對不對 我一直在騙亮亮 講出來了 講出來了 可以講出來了 好啦 所以除了那個Selina有 現在遇到一個這麼好的男人 我們很聽妳開心 然後也希望是 可以一直維持下去 千萬不要那個 讓妳發現 有一點蛛絲馬跡的小變化 所以Selina妳也 妳也是屬於那種 很愛聽別人的愛情故事的人嗎 我就是聽了 就是覺得 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妳分享他們的喜悅 那種感覺是有傳染力的 我很喜歡 如果是一起去看愛情片 跟一起去看恐怖片 妳會覺得哪一個 其實我應該會去看愛情片 我自己真的沒看過恐怖片 我身邊的人都在講說 他們因為年紀差不多嘛 他們說我真的很久沒看 我上次看七夜怪談 然後我就說我連七夜怪談 都沒看過 妳沒看過真子 沒有 好可憐 因為不想花心在自己 就是我是只有看電視的 那種預告 從頭到我真的 我不可能看那種 妳真的不要看真子 我到現在都還有陰影 真的有陰影 所以如果頭七 妳會願意讓妳男朋友 陪妳去看嗎 他有包場 他包場了 對 然後那場妳也會去 不會 因為我在宣傳 然後我就有跟他講 我說因為這部片 我覺得我這輩子 只會看一次 就是嚇自己 但了解自己的 演技就OK了 不用再嚇兩次 然後就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第一次看恐怖片 等於是我第一次 進戲院看恐怖片 卻不是跟他 對啊 可是他也包場 對啊 不過我覺得他 如果那麼容易受感動 他應該也很容易被嚇到吧 你可能在心裡 你可能在心裡 他跟他一揚紙抽下進去 你不要再看了 你不要再看 皇上 可是好像很貼心啊 拍電影的時候 都會去探班對不對 他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還沒有在一起 就是在拍電影的 那個過程中 就是他 就滿積極的來探班 然後我是在桃園 就是鄉下拍 但他每天就是 也都是半夜來 因為我們都是半夜開工 然後天亮收工 那我就後來 反正這個過程 我覺得滿感動的啦 就是因為我不一定 每一天都能夠出去 譬如說車上跟他聊天啊 什麼的 那你剛剛有一起出去玩過了嗎 旅遊過還什麼的 有啊 你們去哪 我們那時候拍完戲的時候 就是 他就幫我安排了 一趟旅行 三天兩夜那種 不只耶 但我就是 我就是因為那時候 我覺得那對我來講 是一個念想 就是因為我拍戲 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就很期待 我殺青之後 我要去放假 然後他那個就說 那他來安排 是有到六天 六天五夜那種嗎 差不多 然後是一個定點 我去了日月潭 又去了阿里山 然後全部都是他安排 都是他安排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覺得那女性 可以練合格嗎 阿里山沒有辦法 因為阿里山的住宿 就是比較那個 但日月潭的還不錯 那沿路吃的餐廳 都是好吃的嗎 就是他的 他的就滿細心的 因為我自己是 我完全沒有力氣做功課 就是 但他就都把行程安排得很好 然後我覺得 那個旅行也很加分 他有沒有逼你起來看日出 是我自己要看的 是你要看哪裡 是我想看 因為我 我沒有在阿里山看過日出 所以 我覺得滿浪漫的 所以在阿里山看日出會怎樣 就是會很大的太陽 跑上來是不是 我會哭耶 會哭 那是一種能量嗎 滿感動的 就是 就是因為真的 你那都是全黑的嘛 天是全黑 當然有一點顏色 然後 對 漸漸的你會看到 當然你也很想睡覺 我覺得那一哭 有一半眼淚就說 然後馬鈴好冷 這八卷的樣子 然後馬鈴 好冷 什麼都很冷 可是那是真的滿感動的 就是你看了這個 對 光線的 光影的變化 然後就真的 在出來 就那個亮點出來的時候 你真的這樣 那個眼淚是不舒服 然後你一轉頭 他也這樣 兩個人哭前一團嗎 他也哭 好會可愛喔 你們知道有人是有帶衛生紙吧 有 有 好可愛喔 所以那算是你人生中 也是一個很難抹滅的 一個很棒的回憶耶 很棒 很棒的回憶 最美麗的祝福 珍莉娜的公司 恭喜 承安 還有 嘉銘 恭喜你們 有 能夠參與 能夠當你們婚禮歌手 其實我也很緊張 哈哈哈哈 你知道剛剛你沒有出來 我偽裝那段 我覺得你好辛苦喔 我多想跳下去 你知道嗎 好 今天真的是一個驚喜 因為 Selina很少在公開唱歌了 是 但是她經過我們再三再三的請託 希望給嘉銘留下一個難忘的回憶 畢竟呢 她是一個非常勇敢的年輕人 是 各位 她是已經有三個月 Baby在身上的新娘子 所以我們要給她加倍的祝福 對 滿滿的祝福 滿滿的祝福 所以你說Selina能不來嗎 去鬆喜靈門的日子 對不對 真的 其實我那時候自己心裡也很糾結 我真的已經好幾年沒有公開現場唱歌了 可是我覺得今天能夠送上我的祝福 我相信不管我的歌聲唱得好跟不好 這個愛跟心意是最重要的 希望把這份祝福跟愛送給你們 剛剛看到Selina的第一眼心 你感覺是什麼 太驚喜了 很開心吧 因為我們從早上一直騙你到現在 對 而且我剛剛其實有去看你們交換 交換誓言跟戒指 我有躲在焦哥後面 然後我聽到你講你的誓言的時候 我真的是很感動到流下眼淚這樣子 就是 你有發現嗎 剛剛整段的證婚儀式 你們有發現嗎 你們在那裡拍照的時候 伴郎伴娘新來的時候 有人發現 這位姊姊他剛剛有拿手機 我跟你講只有這個紅色衣服姊姊 對 他有發現 因為他一直360度在拍 可是他一定沒有發現我是我 對 因為我有戴眼鏡 但你回去看你手機 鏡頭 你有拍到我 一直有他 他也有拍到我 你也很奇怪 人家都在拍新郎新娘 你在拍路人幹嘛 你拍我助理幹嘛 我喜歡幫路人做鏡 你是情報局的 來 搜證 多少錢 主持人家 不是 我剛剛那你的伴娘 就是你啊 然後你一直眼神都跟我 就是你其實穿透 你有發現嗎 伴娘 他有發現喔 那妳有發現我嗎 妳看 偽裝最成功的 所以他們真的有發現我不可能 我跟你講 我們躲了一早上 浩子 你們有發現我 有發現 其實我非常的有把握 他們不可能的人出我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的焦點都在 新人一定在鼻子的身上 然後其他人的焦點 都在新人的身上 即使我就算沒有戴這個眼睛 我覺得會不會發現 怎麼會有把握 還好他們沒有告訴你 棒 沒有啊 沒有爆料 謝謝 謝謝 其實浩子也在一早來到現場 你們桌上那個牌子 都是浩子去發的 桌上什麼 加男方親友啊 女方親友 那個是他偽裝 你們早上一定認不出來 因為他早上有頭髮 早上頭髮很長 是我出道時候的樣子 他戴了假髮 哇 真的太驚險了 好辛苦喔 那你有沒有很開心 我們讓你的老婆這麼開心 HAPPY WIFE HAPPY LIFE 真的有嚇到 真的嗎 真的 沒有這麼近看過大明星 有點像下凡的感覺 唉唷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